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有趣的机器学习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会来说说强化学习中的一种有效利用计算资源 并且能提升训练效用的算法 Asynchronous Advantage Act Critic,简称A3C 我们先说说没什么关系的 大家知道平行宇宙这回事情吧 想看现在有三个平行宇宙 意味着这三个平行宇宙上存在着三个你 而且你可能在电脑前待了很久 对,说的就是你 然后你会被我吹簇起来做运动 接着你,你,还有你 就无奈地做着不同的运动 哟,我才不想知道你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不过这三个你都开始活动筋骨了 假设三个你都能互相通信 告诉对方 我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缓解我的颈椎病 我做了那个动作以后腰就不疼了 我活动了手臂,肩膀就不疼了 这样你是不是同时学到了对身体好的三招 这样是不是感觉特别有效率 让你看看更有效率的 那就想象三个你同时在写作业 一共三题,每个人做了一题 只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把作业做完了 感觉棒棒的 啊,你看出来了 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在强化学习 岂不是newbility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A3C A3C其实只是这种平行方式的一种而已 它采用的是我们之前提到的actor critic的形式 为了训练一对actor critic 我们将它复制成多份红色的 然后同时放在不同的平行宇宙当中 让它们各自玩各自的 然后每个红色的副本都能悄悄地告诉黑色的actor critic 自己在那边的世界玩得怎么样 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然后还能从黑色的actor critic这边再次获得 综合考量所有副本经验后的通关密集 这样一来一回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想法学习方法 我们知道目前的计算机多半是双核 四核,甚至六核,八核 一般的学习方法 我们只能让计算机在一个核上进行玩耍 但是如果使用A3C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安排在不同的核,并行运算 实验的结果就是 这样的计算方式往往比传统的方式快上好多倍 那么我们就开始用这样的红利吧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莫凡python的教学内容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搜索莫凡python的观念词 访问我的个人教学网站 谢谢大家